哈囉大家好,我是雲霸 我們常常講攝影師光的藝術 無論你今天是要拍照、拍影片 或者是寫部落格 那有好的光線來輔助 多半你的影像畫質不會差到哪裡去 可是我們的工作並不會隨時隨地 都處在光源好的地方 像是晚上啊、餐廳啊 那種有氣氛的餐廳 所以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 可以讓你隨身帶在身上的 LED RGB的布丁燈 那這一組就是來自洋蔥工廠的布丁燈 那待會就帶大家 一一的的來開箱介紹一下 Let's go 好,那它是來自洋蔥工廠的布丁燈 那洋蔥工廠他們家的產品 通通都是以食物來命名 那有的叫巧克力 有的叫熱狗 也有叫桃子薯條 反正這一組就叫布丁 你要去攝影器材店啊 找布丁燈 就直接跟他說你要布丁就對了 好,接下來我們就直接來開箱 那這個是小東西 所以它配件很簡單 C型帶 說明書 布丁燈的本體 那再來是有附一條 USB-C的編織線 以及這個金屬熱靴的轉接座 好,先看外觀喔 這個布丁燈的質感非常好 那有一種小文青的感覺 整個長得很像一台復古收音機 那它質感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那一般市面上的LED補光燈 通常都是比較薄 然後比較金屬 看起來就比較專業像 那布丁燈的體積稍微大一點 厚一點 你看它的厚度也稍微胖一點 可是它的質感相對好很多 我覺得像我自己啊 或一些妹子啊 應該會很喜歡它 那上面的柵欄 除了做的是一種造型 那同時 它也是一個加強散熱作用 那下面也有散熱孔 那兩顆旋鈕除了是可以左右旋轉 也可以自動回彈 那同時也支援按壓操作 那上面的LED面板 可以顯示布丁燈的資訊 那像是電量啦 光照度啦 還有白光的冷暖K數 都可以直接透過旋轉 或按壓的方式進行操作 那在左邊跟下方 都有四分之一的腳架孔 那你可以上腳架 也可以透過熱靴 透過這組熱靴 直接裝在相機上面 可以像這樣子 直接把它裝在腳架上面 像我這樣子 連手機跟補光燈一起夾著 然後就可以進行自拍錄影 那你在直播的時候 在夜晚的時候 補光就相對比較方便 有沒有 這樣打起來 臉部相對比較亮 那再來看到它的背面 背面是LED的燈珠 採用白光跟RGB來做混色 那什麼時候會用到這組燈呢 我們就來舉例一下 像有時候我們去一些餐廳啊 那大家都會先拍照 然後扣到你的IG啊 或臉書 有時候你碰到的位置 是比較光線比較好的 隨便拍都漂亮 可是多辦一些 燈光好氣氛家的餐廳啊 那它的位置可能採光 就沒有那麼好 拍照怎麼拍怎麼吵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拿起你的LED補光燈 然後對著你的餐點 直接照著 然後去拍照 所以就可以這樣子補個光 然後讓你的照片比別人好看 那這是補光前跟補光後的差異 你看是不是差很多 還有自拍跟錄影時候的補光啊 你就可以用這種夾具 那它可以把手機夾著 那同時透過內建的熱靴座 這種轉接座 把布丁燈直接夾在上面 我實際在外面走過一輪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有補光跟沒有補光之間的差異 那我相信這樣子拍起來 應該是差異非常多 至少至少我可以把我自己拍清楚 那還有一種用法 就是拿來當作氛圍燈 像很多YouTuber啊 他們會在房間裡面 佈置一下光線 讓自己的房間看起來更漂亮 那像我這樣子 左右兩邊各擺一組布丁燈 那透過它內建的RGP的調教 那你可以透過旋鈕直接轉 然後轉出你想要的顏色 那像是藍黃配 或是紫黃配 或是紅黃配 那這樣看起來都非常的吵 好再來 布丁燈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支援藍牙手機控制 這個功能非常方便 也就是說 當我把燈已經架好在旁邊 然後當作氛圍燈的時候 那我不用離開座位 然後直接用手機 透過APP來控制 在iOS、iPhone跟Android上面都通用 那你只要去下載一個布丁的程式 打開來連向藍牙之後 那你只要在這邊切到藍牙模式之後 之後全程你都可以用手機來做操作 可以從這邊控制它的顏色 那以及亮度改變顏色 都可以從這邊去操作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功能拍照取色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比如說像我有時候看到一些比較特別的顏色 那我就可以 比如說像這個垃圾袋的顏色 我就可以透過拍照取色的方式 直接拍 然後把這個顏色抓起來之後 然後設定成這個顏色 那我就 這功能啊像有時候 我們可能看到某些YouTube的影片 那我覺得它背景真不錯 那我們就把它截圖起來 用手機去翻拍它的顏色 就可以做出一模一樣的效果 那我覺得這個功能啊 對我來說就還蠻實用的 因為有時候的色盤啊 你很難選到每一次都一樣的顏色 那如果我就可以用拍照取色的話 我就可以直接利用 比如說像Pantone色卡 每一次都直接翻拍那個顏色 然後就可以抓到同樣的顏色 然後去設定 那一般的LED、RGB燈啊 通常都沒有辦法 每一次都讓你抓到同樣的特別色 好 那像這樣子 去切換顏色 很方便 那再來我們看到模式 模式 這邊有很多種模式 比如說CCT 這個是一般的白光模式 可以去切換它的冷暖光線 那再來是白閃 白閃就有分成快閃跟慢閃 比如說快閃 這邊我就可以模擬閃電打雷的樣子 好 然後配上音效 你就可以模擬打雷的聲音 好 還有呼吸 這是快閃 慢閃 那以及呼吸 那再來是RGB 整個色盤的顏色 就RGB的漸變 那這是快變 慢變 還有燭光閃爍 那燭光閃爍啊 就可以拿來做氛圍燈 那再來是警示燈 警示燈其實是一個蠻特別的效果 像我這樣拿著做警示燈的效果 然後配上警車的聲音 配上警車的聲音 就還蠻有趣的 再來是紅閃 這個就比較像救護車 配上救護車的聲音 藍閃 藍閃我還暫時想不到什麼車 再來是顏色漸變 那紅色漸變 綠色漸變 跟藍色漸變 都各自有不同的效果 所以大部分 在RGB燈效裡面的情境啊 在手機上面都可以直接去做切換 假設你有兩盞燈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用兩支手機分別去配對 這個是我覺得它可以再改進的地方 一支手機只能配對一個燈 如果你有兩支的話 你就必須先解除配對再配對另外一個燈 好 最後做個總結喔 布丁燈它是適合在專業 以及非專業之間啊 做一個平衡 它的造型很漂亮 價格也很合理 那它的功能也相當的多 的亮度啊 對於一般的拍攝而言 我覺得是相當足夠的 比起一般市售的LED燈 那我覺得多了一些巧思 比如說它可以用APP控制 那你可以不用離開座位 然後就直接把燈架好 利用手機去遙控你的燈效 那可以選擇你要的顏色 那並且儲存設定好之後 你每一次開機都可以選到同樣顏色 這一點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像一些專業工作者 每一次在設定環境的時候 其實最麻煩 因為你總是會希望你每一支影片的風格 那背景環境都會是相同的 那這支布丁燈啊 我覺得還蠻推薦給大家去用用看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雲爸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 好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